欢迎各位有全面进场 如果你是喜欢我的节目 希望你可以免费订阅我的频道 多谢大家的支持 今天话说世卫组织总干事谭德塞 首次谈及到他的去留问题 当有记者问到他 到底你会不会迟去总干事职务的时候 他就这样回答 他说我会继续日以继夜工作下去 因为这份是有福气的工作 肩负着拯救生命的责任 我会集中在这一方面 即是告诉大家 他是坚拒辞去总干事的职务 即是继续思维素餐 暖展权位 即是攀极他都不会扯的 实际这个是很容易理解的 世卫组织总干事是一份肥缺 是优差 若然说要将他隔车回到埃塞俄比亚 或者是他的出生地 厄纳特尼亚那树做官的话 那就真是苦过弟弟了 我想在他全国均匀都没有一份工 那个工资是可以和 世卫组织的总干事相比的 所以他就肯定赶死不走 这个情况跟香港的林郑是一模一样的 若然他说不继续 编书有四十几万一个月 编书拿籌作费 非实报实销 拿就有了 所以这些人是不会走的 好了 除了不走之外 他还不停地叫人家崩水 他叫美国继续考虑一下 到底应不应该付钱 他怎么说呢 他希望美国相信世卫是一个重要投资 不但帮助到其他人 而且还帮助到美国在疫情当中保持安全 故此他就希望美国可以解除冻结资助世卫的决定 只不过美国总统特朗普就不是Lulu 没有说你谭德塞开到声说几句 他又开回水喉 傻 只不过美国制水 若然有其他国家的大水喉吹住 世卫组织一样可以盆满盆满 那个就是中国 中国外交部发言人耿爽今天宣布 中国将会在之前向世卫组织 捐款2000万美元的基础上 再追加3000万美元的现汇捐款 用作支持世卫组织 开展降激疫情的国际合作 既然有中国这条大水喉吹住 那就得米了 更加就要继续做总干事职务 当中有多少油水 外界知多少 不要说背后我们不知道的东西 就算知道的 比如说那些世卫组织的高官去外访 坐着都似乎不是经济仓 而且入住当地的酒店 全部都是总统套访 就是说陈逢富珍的时期 现在谭德塞又怎样 不妨又向公众交代一下 每年外访费用是多少呢 有一年去到2亿美元 真是厉害 所以谭德塞这么难得才能当上到总干事职务 当然是找把扫帚也不肯扯 更何况还有中国这么伟大的国家 在背后握着水喉吹住他 简直是无往而不利 所以你要他主动辞职 都挺难的 好了接着就讲一下另一件事 都是关系为事的 澳洲总理莫里森就透露了 原来他就跟美国总统特朗普 法国总统马克龙 和德国总理默克尔通电话 到底四大国家的元首 维埋一起谈什么呢 就是谈一下怎样来推动 针对目前全球大流行的疫情 展开国际的调查 早前我们也有说过了 其实澳洲对华的态度 就是仅次于美国那么强硬 至于其他的西方文明国家 他们对华的态度 都是相对软弱一些 温和一些 所以澳洲在这个所谓 推动国际调查方面 就是起了关键和积极的作用 到底这个所谓的国际调查 他的调查范围是什么呢 澳洲政府就说了 就会是就着这个疫情的起源和传播 以及是世卫组织的应对 展开独立调查 虽然他没有指明 要特别去调查中华人民共和国 但是当你的调查范围 是触及到那个起源和传播的时候 其实你就是将会调查中国 所以这些事情是不言而遇的 至于莫里森总理也都说了 他和特朗普总统就着两国疫情的应对情况 和重启经济运转的问题 进行了非常有建设性的讨论 而且他们还讨论了 世卫组织的问题 以及如何共同改善 国际应对疫情的透明度和有效性的问题 所以你就看到了 似乎这个澳洲总理 莫里森 就和美国总统特朗普 比较对一些 因为他们对华的态度都是一致 只不过法国和德国 他们对华的态度就相对友善一些 所以其实在这个通话当中 就有少少调不得了 只不过最后大家都互相给面 就说那个方向其实是一致的 那怎样调不得了呢 法国总统马克龙就说 当务之急就是要控制着疫情 不要再扩散 然后再查是哪个责任 他就同意在疫情爆发初期 是出现了一些问题的 但是目前最急切的 就是要团结 没有时间再去谈这个责任随属的问题 各方面都需要保持透明的 又不单只是世卫组织 就是说一些无铃两可的东西 就是说查就不是不查 只不过不是现在来到查 好了 德国总理默克尔又怎么说呢 他就说似乎疫情最早真的在中国出现 但是中国受到很大的损失 并且在控制疫情方面 都做出了很大的努力 就是根本上说完那些东西都是无铃两可的 到底你查益或不查 到底你是不是认为中国已经是尽了全力 来到去通报全世界呢 这样 那就不清楚了 反正 都没有一个国家说要偏袒中国的 但是 在推动国际调查方面 就是得美国和澳洲是最积极的了 至于英国呢 更加不用说了 简直就是软皮蛇到不得了 今天英国政府才走出来宣布 对于允许中国电讯设备商华为 参与英国5G网络建设工作的决定是坚定的 就是说不肯扔别人来扯 之前就不要出来扭拖油 又说中英关系就回不了 好像以前那样了 又说可能会各自华为 在英国的5G网络建设工作了 现在最终就是要靠拢中国 扭来扭去都不知扭什么 现在最终都是选择便宜的 走到英国那里搞5G 之前说这么多废话 干什么呢 扭给谁看呢 真是不理解 相比起英国 澳洲就显得出它的风骨 实情澳洲每年的出口商品当中 有超过三分之一 都是运到中国 特别是铁矿和煤炭 而且在澳洲的留学生当中 有很多都是来自中国的 每年就为澳洲的经济 带来了数以千亿计澳元的收入 所以人家都可以站得硬了 为什么英国站得这么软弱呢 而且澳洲不单止推动国际调查 而且在这个调查当中 所有参与的监察人员 应该享有武器调查员的授权级别 这是什么意思呢 即是无需接受被调查国家的邀请 有权进入有关的国家展开调查 这是有别于世卫组织现有的监察机制 现有的机制是什么呢 就是被调查的国家先提出邀请 监察员才可以获得授权 进入当地展开调查 现在就是说不用了 那时我说去查就要查了 当然这个可行性方面 就是相对低一些 但是起码澳洲是摆出了一个姿态 出来告诉你 查你就是肯定了 无论你是肯去授权这些监察人员 进入也好 不授权也好 就是告诉你这个调查是志在必行的 若然中国拒绝被调查员进入 责任就落在中国身上 因为中国一直说自己是清白 既然是清白怕什么被人查 所以澳洲就真的想得周到一点 至于澳洲的媒体也对中国不是太友善 有一份报纸叫做The Daily Telegraph 每日电讯报 近日在报纸上刊登了一幅漫画 其实就是将中国的国徽改成了 叫做中国病毒 于是乎引来中国驻逝离的总领事馆 发表声明抗议 那些住外人员很不空 那个声明就怎么说呢 就说病毒源于何处 目前都是不清楚的 病毒追本素缘是一个复杂的科学问题 需要遵循科学与专业的意见 每日电讯报有关的做法不仅对科学的无知和灭视 亦对中国人民付出巨大抗疫努力和牺牲 是漠视和不尊重 而且中国国徽是中国的象征 神圣不可参凡 涉逐中国国徽就是侮辱中国 就是侮辱中国人民 要求每日电讯报为事件道歉 暂时这份报纸还硬 没有道歉 而且不单止是驻逝离的使馆发声 另外由于有些澳洲的资深议员就说 中国对于疫情的信息透明度是有问题的 于是中国驻坎培拉大使馆又发声明 说澳洲的议员就像特朗普的传声筒一样 澳洲的政客近来越冲于英武学舌 追随美国某些势力对中国进行政治攻击 所以大家看到澳洲的朝野和民间 其实普遍对中国印象不太好 关系不太好 好了这一节讲到这里 多谢大家收听 拜拜